找个这么娇小的女朋友 有什么挺方便的呀 比如说要亲她一下 端起来就行了 其实她也挺沉的 90多斤 90多斤 将近100斤 在我心里 她跟正常人是一样的 那现在你的工作是 我自从跟她出生对象了之后 就是把我现在的工作辞了 你原来什么工作 原来是司机给老板开车 然后就是辞掉了这份工作 你是她的经纪人呗 发工资吗 我就是个拎包的 发工资吗 这么帅的助理 一个月100块钱 一个月100块钱还到天呢 一个男人放下自己的工作 给老婆打工 别说他这种身高 就是正常身高 一个男人也咽不下这口气呀 总得有自己的事业 我俩在一起吧 也经常的沟通 我也跟他说 我说你别去唱歌了 但是他说他喜欢这个舞台 他想趁着年轻再去 唱两年 但是把他自己现在到哪儿 拎演出服啊 拎衣服啊 箱子什么的都不是很方便 坐车什么的 所以说他说 就让我给他两年时间 让他 让我陪着他去出去那什么 所以你就奉献呗 对 现在已经是第三年了 你们人家 你们人家钱谁管 我 你还不信任人家 不是不信任 应该都是经纪人管嘛 对吧 他们家的应该是女人嘛 属内属外 其实只要他开心 怎么样都好 你怪不得你吃这么胖 原来他对你好 你今天会有什么样的心愿 我想听一下 我来说 那就麻烦你 把你抱下来 来 上前一步 说出你的幸福心愿 我的幸福心愿是 想在我的家乡 开一个小服装店 好 来 请回 瞧你那亲爱的样 有 小心 为什么要卖服装店 你现在唱歌 不正在顶峰时期吗 挺好的吗 你唱得挺好听的呀 因为我现在的体格 也吃不消了 因为你刚才看到了 哪出毛病了 就是腿 腿 我看你是想生孩子了 对不对 到了生孩子的年龄了 因为我想做一个 正常的女人的生活 但是你开什么不好 你为什么会偏偏 选择开服装店呢 是你有什么优势吗 因为我喜欢 我就想试一下 你会做销售吗 应该是可以的 那咱们试试啊 我们找个客户 来 潮心 你们这儿有什么 你觉得适合我老婆的女装 女装 对 或者内衣啊什么的 因为我没有经验 我想问问你 那我给你介绍这一款吧 这一款特别特别的好 它的质量啊 它的舒服度 都特别特别的好 因为它这个 你看你不会做销售吧 做销售首先要问客户的需求 你老婆多大年纪啊 你得问她自己的需求啊 你以为做销售那么好做呢 现在卖服装店的人多了 对不对 而且现在现在的实体店 你又为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